西方史学史 李维于建成以来史 王文前44年 凯撒被刺身亡 此时他的晚生乌大维竟是一名19岁的青年 得知凯撒被刺之后 不得不辍学 从希腊地区匆匆匆赶回京都罗马 乌大维受命于罗马国家的多世之旧 他的家人及友人都极力劝告这位年轻人不要参政 他一意孤行 接踵而来的罗马内战 腥风雀雨 历错熊熊 中元前30年 他击败了安东尼 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纷争和混乱 实现了地中海盐多年蒙眉丘的罗马和平 公元前27年 罗马元老院授予他神圣至高的奥古斯都称号 武大为成了罗马帝国实际的帝大者和开国之军 Ecton 静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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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.静,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